夜晚的山间 一醉酒小伙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他听到不远处传来摇铃之声 在好奇心的作祟下 便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看到一个神秘人正在一座坟前做法 只见他随手拿起一张黄纸 画出一个符咒烧掉 接着神秘人抬起头观看天色 既然时机成熟 他把一碗乌鸦血扫在石碑上 拿着摇铃开始摇动 没过多久 一只僵尸居然被召唤了出来 小伙差点被吓死 转身拼命逃跑 结果还是被神秘人发现 放出僵尸将其咬伤 画面一转 山上的一处道馆里 男主王瞳正谨尊师父云青的教诲 和师妹小美在大厅之中苦练画福 这时山下村庄里的张婶 急匆匆冲进道馆找到王瞳 说他儿子赵强自从昨天晚上回来 整个人就性情大变 像是中了血一样 两眼直勾勾的盯着他 张婶见情况不妙 便将其绑在家中 赶紧来请云青道长帮忙下去看看 这是怎么了 一听此事 王瞳立马去叫师父 谁知师父却让他去看一下 虽然王瞳的倒数还没有那么高深 但是制服个小鬼啥的还是可以的 王瞳让张婶先回家去等着 他收拾点东西随后就到 等一切准备就绪 王瞳便带着小美一块下了山 来到张婶家中 没想到刚推开门 就遭到挣脱束缚的赵强攻击 好在王瞳眼急手快 三拳两脚便将其制服 然后拿红绳把他绑在凳子上 到这时王瞳才发现 赵强不是中邪了 而是被僵尸咬伤中了尸毒 要想彻底救治 必须在一天内找到尸牙和糯米才能解毒 张婶听到动静从屋里跑了出来 王瞳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谎称赵强只是中了邪 休息一天就会好转 接着王瞳先施法 把赵强身上的尸毒暂时控制住 不再继续扩散 以防止赵强尸变成僵尸 在临出门前 王瞳询问张婶 附近有没有人家办丧事 得知村里李大娘年轻20岁的儿子张超 刚得怪病去世不久 据说张超在死之前身体就已经冰凉 李大娘给他盖了好起床被子都不管用 最后硬是被活活冻死 其实王瞳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他刚才在赵强的脚底下发现了一张纸钱 可是最近又没有什么祭祀活动 所以肯定是村里有白事 由此可见 赵强昨天夜里肯定去过张超的坟地 说不定僵尸就在那里 于是王瞳带着师妹来到张超的坟地查看 当看到墓碑上的深沉时 王瞳不由的说道 怪不得张超年纪轻轻就得怪病死了 原来他是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极阴之人 这种人很难活过20岁 突然王瞳看到在张超的坟头外 有石灰和乌鸦血 接着他起身查看坟墓的位置 发现这里因时因事因地因位 顿时意识到不对 把极阴之人埋于极阴之地 特别容易发生失变 此时王瞳可以判定 张超肯定已经被人炼成了僵尸 不过要想张超战力无穷 成为势不可挡的血实 就需要对其进行献祭 也就是用张超最亲近之人的血 将他的魂魄召回来 而今天恰好是月圆之夜 正是献祭修炼僵尸的最好时机 所以王瞳必须在今晚阻止这个人行动 可是李大娘为人和善 平日里并没有与人结仇 到底是谁会如此狠毒 做这种上天害理之事呢 王瞳和小美对此还不得而知 另一边 失去儿子的李大娘悲痛欲绝 她一时间鬼迷心窍 听信了一个男人的话 才将儿子葬在了那片土地上 而且这个男人还给了她一些引路香和灵符 并告诉李大娘 在张超头七那天 将引路香插在门柱的阴阳七寸之内 灵符道学门头三寸 张超的肉体就会回来 不过要想张超魂魄归位彻底活过来 就需要李大娘用自己的鲜血进行喂养 很明显儿子的突然离世 让李大娘丧失理智 为了能让儿子复活 她听信了这个男人的话 而此时王瞳准备回道馆 将这个消息告诉师傅 请他下山帮忙抓人 当天晚上王瞳在吃饭时 发现师傅身上也有纸钱 而且脚底还有石灰 立马意识到师傅也去过张超的坟地 接着他便试探性地向师傅提起此事 说小镇里有人在拿张超的尸体 按照基因练尸术再练尸 云青听到后心头一震 筷子都掉在了地上 到了这时王瞳明白 偷走张超尸体练尸的人正是师傅 急进犹豫 王瞳还是劝师傅把僵尸交出来 不要让李大娘拜拜去送死 原来云青之前隶属于天师道 后来因沉迷于邪术被逐出尸门 通子之后他便心生怨气 发誓要练出一个超强僵尸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恰巧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得知这个小镇上有一个基因之人 也就是张超 于是云青便带着王瞳等人来到此地 隐姓埋名 就等张超去世 拿他的尸体练血尸 以豹被逐之辱 看到徒弟已经知晓一切 云青也不再有所隐瞒 就是他怂恿李大娘将儿子的尸体埋在那里 接着还告诉王瞳 僵尸就在村东头的树林里 有本事就自己去拿 王瞳竟然师父这么固执 便明白说再多话都是徒劳 于是起程拿好装备 来到树林 布置陷阱等僵尸出来 与此同时 天师道掌门人早已算到会有此结 便派手下小道士阿明 来到村上进行化解 当天晚上 他跟随罗盘的指引来到树林之中 却不想郑重王瞳的陷阱被抓了起来 之后通过简单交流 阿明得知 师父所说的大兄知道 正是这个僵尸 就在两人说话间 树林里突然传来小美的声音 原来他不放心王瞳独自来抓僵尸 便赶来查看 谁知被周围的孤魂野鬼给盯上 好在王瞳跟阿明及时赶到 王瞳拿出桃木剑 对着空中画了一张灵符 然后大喊一声破 瞬间将鬼魂驱散开 成功救下小美 接着 王瞳在周围发现许多僵尸的脚印 立马意识到他已经出来了 看到在树林之中 找不到僵尸的踪迹 经过考虑 王瞳决定守株带兔 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李大娘家门口 布置五行阵法和困魔咒 就等僵尸自投罗网 殊不知 他们的这些把戏 全被云青看在眼里 随后云青站在坟头 点燃三柱神箱 然后开始摇零 控制僵尸朝李大娘家蹦去 没想到小美见到僵尸 居然被吓得大声尖叫 僵尸听到后 直接朝着他发动攻击 王瞳和阿明见状 赶紧从树上跳下来进行保护 阿明拔出桃木剑率先发难 结果刚一接触僵尸尸体 桃木剑就一声断裂 接此情况 两人一块冲了上去 跟僵尸打作一团 因为有云青在背后控制僵尸 所以王瞳和阿明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打趴在地 紧跟着僵尸又朝着小美走去 王瞳只好抱住他的大腿 防止其上前 却被一脚踢飞出去 眼看局面不容乐观 王瞳和阿明赶紧祭出祖师爷的红神 虽然王瞳不是正统的天师道弟子 但是他跟云青这么多年 学的却是天师道理的功法 最后两人使用通过灵的红神 成功将僵尸困住 按倒在地 王瞳让一旁惊魂未定的小美 拿糯米封住僵尸的双眼 让其双目失明 云青察觉到这一点后 疯狂摇动手中的铃铛 僵尸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红神震脱开 王瞳等人也被冲击力震飞出去 僵尸起身后 开始感应着众人的位置 并且再次发动攻击 见此情形 王瞳赶紧放出红神 缠住僵尸的脖子 将其拖入阵法之中 然后阿明和王瞳发动阵法 想要借此困死僵尸 结果还是被他挣脱开 情况危急 王瞳迅速扔给阿明 一把开过光的桃木剑 接着两人各自手持桃木剑 刺入僵尸体内 将他盯在李大娘的门前 动弹不得 到了这时 两人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可惜还是小看了云青 现在的他 为了炼成血尸 根本顾不了什么师徒情义 再次摇临施法 让僵尸获得隔空吸人的能力 混乱中直接就把小美吸到眼前 然后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 恰好此刻又是月圆之石 即便僵尸不是吸食亲人的血 也会变得法力无边 一旁的阿明大喊 赶紧杀了他快要来不及了 影片最后 王瞳双目含泪 狠下心将桃木剑插入小美体内 杀死他的同时 僵尸也跟着归了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片名《湿地浮魔》 是一部上映于2016年的 奇幻惊悚电影